那接下来请接着呢 呃这个表演团体呢 哇大家可以看到布幕下面的 非常非常多的工作人员 非常非常忙碌齁 好他是我们布莱梅 弦乐团 那听到弦乐团 各位姐姐 今天因为有非常非常多的乐器 对不对 那我们就给他们多一点时间 来做一个准备 那在这个准备的期间呢 后续想先问一下大家 我们听到这个团名 布莱梅选乐团 感觉好像来到国外对不对 那请多先猜一下 他们是曲子云啊 一个国家的童话故事 哇太厉害了 给他一个掌声 没错好我们的呃 布莱梅选乐团呢 他们都是取名于德国 格林童话故事 布莱梅的城市乐手 这样子的一个故事 来做一个命 来命名的哦 那这个选乐团里面呢 他们是一群非常爱好音乐的孩子跟大人 那团员呢 不竟然全部都是音乐科班出身的 我们是非常的对音乐所有兴趣的哦 但是透过我们 在李静宇哦 李静宇哦 李老师的这个指导 指导指导之下呢 那也是有非常专业 非常棒的一个孙准的表演哦 那 呃 亲自带领的新南国小的学乐团 以及高雄市音乐音响 交响乐团 赴设青少年交响乐团 学乐分部的指导老师哦 所以非常非常的有经验 而且很专业哦 那再来呢 他也是我们的阳明国中 学乐分部的指导老师 并且呢 连续六年的时间哦 再去过参与军方赛呢 全到过局 这样子的一个很棒的肯定 那 他也是我们一块到天台 呃 交响乐团分部的老师 那推广这个学乐 哦 不遗余力 那我们刚刚有讲的 刚刚有讲了 学音乐的孩子不会变坏 那接下来呢 他们今天要为我们带来两首 非常非常专业的表演 那请各位嘉宾能够 张汉的耳朵来好好的聆听 好好的欣赏 现在掌声有请 好 插播的就是 请AQL8559的车主请 尽速到楼下 能动你车子 谢谢 好 我们掌声来来来欢迎我们的学乐团 过来来欢迎学乐团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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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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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